大家好 晚安 今天教大家折这只天鹅 那天鹅的组合方式是四个部分 那它的造型先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OK 就是今天这只天鹅 它会比传统的天鹅呢 少很多的材料 但是呢 它的难度处在于组合的部分 会比较稍微有点难度 好 那我们的四块部分呢 四个大区块 我们直接切割 两块翅膀 是的 我们用拆解的方式来讲解 这样子我们同时再组装回去 还有脖子部分 那接下来就是身体的前后半段 OK 那这样我们就完全拆解完成了 那中间呢 我们会需要其中是六个 这个组合方式 将它六个区块组合在一起 好 那这里也一样 它组合在一起的地方 我们都把它拿下来 让大家了解一下 OK 这个火焰 就是这样子的纸条做出来的 这个火焰呢 就是这个纸条做的 纸条在两个二号三角形中间 那将它们堆叠起来 那将它们堆叠起来 交错 就可以做出这个形状 好 那我们有了以后呢 我们只需要先其中一片 将这个地方固定起来 单一页固定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了 这边也一样 我们需要一片单一片 将这个地方固定起来 好 有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我们需要怎么怎么做 那我们这里呢 我们会需要 二号三角形的组合 组合方式是这个样子的 它呢 需要在这边穿插一个 那 方便的话也可以 穿插这样子 这样前方就看起来比较稳定 OK 那我们这边也一样 在这个地方要这样子穿插 那这个地方可以过来 好 这样就很容易了 好了 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前后两页 这组合了 中间呢 翅膀 让它在这个地方上去 好 那我们这边也一样 后方我们这边也是需要的 我们将它整理起来 然后穿插上去 好 这里也是一样 穿插起来 这里也是组合上去 好 好 以后呢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在这个地方 和这个地方 做组合 这样子 让它底盘就会有 低调 今天我们要教的就是教大家怎么做大片的组装饰 这个天鹅 这样大家就可以简单的快速的做出一个装水果啦或者装一些小礼物啊这样子的 天鹅 天鹅 蓝 专门就是做篮子用的装东西用的 好 这个地方我们是直接舍去换成这个 那我们这个地方也一样 翅膀来了 翅膀的话 我是做这个模式的 它一样是 这个三角形 但它中间可能多了一个这种接法 在两头都是一样的 那它的接法就比较不一样 一个接头一个要接另外一边的尾巴 就是交错过来的 所以要记得把它交错 交错好 这里好像顺序有点 有点问题 OK 好 交错起来的话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借用它的力量 放在 这个地方 这里也是一样 接上 那最后呢 我们就这个地方 弯折出来 将它的底 最后地方收起来 好 这样子 一只天鹅形的 指南 就完成了 好 它可以存在东西 看是水果啦 一些小水果啦 或者是当笔筒啊 挂一些漂亮的饰品啊 但如果说有人愿意强化的话 它这还是可以再强化的 强化的方式呢 我们很简单 就 多拿一些纸 纸纸上过来 我们就可以使用 它的边边 那 从它这个边增加重量 增加重量以外 也增加它的 结实度 这样子接的话 会使它变得更加的结实 OK 那我们只需要 把它每个部分 组装的 结实一点就行了 好 只差最后三块 好的 但如果有些人喜欢的话 其实尾巴部分 可以做得向后一点 就是 整排可以翻一个方向 向外 它的整个感觉就是 不一样 好 向外的话就是像这样子 向外 那它就会有一个弧度 向外翻 那整体感觉就是 就是翘起来又向 向外 向外垂下去 这样子 有没有 现在又看得出它向外垂下去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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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又回到这最后这几块的位置 那我们把它完成 好的 就是这样子 好 那就可以放一些东西在这里 那今天就是 这只 比较简单的简易天鹅 纸张的数量可以从以前的 大量 剪成现在的小量 那造型上来讲 我是觉得 应该也不输传统的子天鹅 咱们做一个子天鹅 最少就 八百张 纸张组合 以上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节省下 非常多的 工作时间 好 请大家 多关注 订阅 点击 喜欢 还有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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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